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Mazda坚持走自己的路 它要端出给消费者的 肯定在这个世道上 大家都觉得它有它独特的逻辑跟思考 但车子本身无论从外观的颜值 它的痛力配置 以及它的内装质感上 是不是一如过去大家对Mazda的喜爱 现在有了更歧见的选择呢 我们今天好来了解Eddie哥 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 红色跟钢铁灰的不同选择 其实在动力上也不一样 有25S跟33T 那今天在我们身旁的这一台呢 又是它的Premium Sport 也就是它又有很多独特 而且让人喜爱的配置 对不对 对 没错 这个车上市的时候呢 媒体其实有点担心 这个大家都在1.5 急剧这个温轮的这个方面发展 唯独Mazda不一样 它推2.5跟3.3 是 那这个在上市以后呢 其实还蛮有趣的 上市的时候 莱电客证实了 这些选择Mazda的消费者 很有自己的想法 它深受这个所谓的 重置后驱引擎的 这些设计的概念 然后又觉得价钱划算 然后有一个订车的比例 目前33T有35% 所以大家其实你说 是不是在一片当塞型当中 你真的完全会往小牌那样靠拢 也不一定 它会有它不同的思考点 因为伊迪哥刚刚提到了 它觉得价钱划算 因为你在200万以下的急剧 你现在要能够买到 前置后驱的这样的一个设置 又是直流的引擎 那是不是真的就 唯一的选择 是only one 所以我觉得很多消费者 有自己的想法 他就会从这方面来开始探讨 是 跟这个来选择 那我们今天可以先就外观 还有刚刚讲到的动力特色 一起来了解它 对 好我们先看 因为这新车型嘛 第一次来节目也才刚上市 是 我们注意到它这个车头 还是维持住混动之翼的 这些水箱罩的特色 那这一台是3.3 它用这个所谓的风巢状的水箱罩 所以我们看到它这个有度的颜色比较深 水箱罩 跟这个2.5的这个车型 就是一般都个跟这个黑化 是不一样的 2.5我们看到它就是直扎式的 是 没错 那我们看到3.3它就是风巢式的 但一样显眼大家有注意到它的头灯吗 日行灯 它这个延伸出来的这一块 我觉得这一次真的好具有特色跟辨识度 对 这个车头的这个辨识度 一向是大家在做差异化的一个代表 我们也看到最近车展某些车子 长得非常像 但是马上很好 在自己推出的时候 也跟自己的家族做了一个一致性 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车头的辨识 日行灯的辨识的这个独家化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那包含了这个 前面这个黑色高亮度的这个也是套件之一 在保感上前保感不一样 除了车头的水箱罩不一样 在侧边叶子板我们可以看到 3.3的六缸 它会有一个inline 6的这个 应该说车测标 可以显示它六缸的身份 那这个是不是跟2.5的配置上 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识别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一下 引擎室里面 属于Mazda工程团队 这一次所端出来的 他们自己觉得会吸引到消费者的配置 就是包括引擎加变速箱 这次都是自己研发制造的 对 那还有一个 与大家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要维修这个叫做引擎的护盖 一般来讲都是原厂要拆嘛 对不对 它其实没有留方便拆 但它有方便拆 来 我们把它打开 哇 我这好像是第一次在Mazda车上 看到这样的配置在吗 对 它有一个专属的 这个引擎室覆盖 甚至可以展示型的打开 我们就看到这个本体 直六的排列方式 那我们可以印象中 打开引擎室都知道 引擎它看到这么前面 但它刻意地往后 往中间又有点前中置的做法 甚至我们看到避震塔这么下方 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其实应该说 把引擎收得比较中间一点 很靠近驾驶座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配置的概念 让这里 这车子的配重分配可以更好 当然就一般 如果你真的需要打开这个上盖 是为了维修 是 但二方面我觉得Mazda 就是好像有点刻意想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心血迹经 以及对于坐在车室内的 驾驶乘客来说 其实多了这个盖子 就是多一层隔音效果 对 让引擎的噪音 可以封闭在这个盖子之下 我们要把它收起来 好 还有就是这一次 我搭配的八速的变速箱 其实也是Mazda自己制作的 而且有特别强调说 它在体积的部分 他们有把它缩小一点 以方便创造更好的 车室内的空间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继续来到车侧 很明显的也比较出了 33T跟25S 在整个轮圈上的造型 也比较不一样 我们讲到其实33T很妙 是它很强调 它的这个油耗不错 平均有14 其实蛮惊人的 在3点身上 我觉得归功于这个 你看我们看这个轮圈 22寸这个亮黑的轮圈 它其实做的这个 跟我们之前AMG AMG现在也做有点空力 想要减少一些轮胎的阻力 所以在这个 即使是20寸轮圈上 它也做了一些空力的优化 让节能更好 所以多出来的这一块 不是只有造型而已 它确实就是有助于 降低轮下风阻的问题 对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这个 后视镜也是 这个套件的一部分 也是亮黑 就有一些瘦黑的颜色 对 侧面看还是有 Mazda很文明的家族的 这个板金的S的曲线造型 它也是做圆弧的 欧西一般都做拉直线折角 那它还是维持住 就是它自己想的 这个柔顺的滑顺的线条 我们叫这个 可能比较和谐吧 不要为那么锐角 但是这样的车 你开在路上的时候 你会因为光线的不同 街景的不同 反射面的不同 你会看到一些流动的光影 我觉得这件事情 在他们的造车工艺上 还蛮坚持这个路线 我觉得这就是 Mazda自己的味道 有自己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后座 好 一向以来 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后座空间的部分 我是需要仔细来比较一下的 这一次的CX60 大家有看到 我乘坐进来的感觉吗 就是西部空间其实还蛮不错 对 然后往前延伸也有很好的支撑 然后又有独立的出风口 出风口这里还有一些亮面 我们看到镀铬材质 也是有一贯的质感 下面也有两个充电口 上方有天窗 是 再加上了我们今天来到的 这个我们讲 Premiere Sport的棕色套件 棕色内装 我觉得真的很好看 还有那个我们看一下 就是这个门开门的角度 中间看到很大 差不多90度 对 所以上下车 长辈上下车 这个进出的动作 虽然这个有一点运动 车顶低一点 但它可以轻松的 在上车的时候 姿势可以比较自然 还有如果是爸爸妈妈们 你为家庭选车 你后面是要放儿童安全座椅 你会觉得这个开门的角度 有体贴到你 帮你设想到 搬一个儿童席 所以很好就位 对 就是出入的时候 你会少很多障碍 然后我的头部空间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还有一个拳头 又两个指头左右 因为上面有天窗 所以不会有什么压迫感 是 再加上 对 还有这个后门 是 对 看这个后门的材质 它其实有这个木纹 加这个类皮 然后还有颜色配置 还有缝线 还有皮革 我觉得整体其实都 很有高级车的感觉 对啊 它不是只有坐前座 它前后一致 该做的这个应该说调性都把它做好 配备都把它做好 对 然后我注意到的是 你看我的椅背的角度 因为当然有些人说 我不能做得太直挺 对不对 它就是让你的身体还是呈现了一个 可以放松的享受的这样的氛围 是 好 这是后座空间给大家所做的体验 好 那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车尾的部分 尾灯造型这一次 我觉得也是一贯的 就辨识度很高 在路上很闲烟 而且终于你们注意到一点 它其实灯做得不太大 灯具来讲 你看我的手掌 它其实不做太巨大的灯组 我觉得它只是照明度 合乎法规 够亮就好 它在这个灯具上 也力求的这个简洁 所以我觉得这是被车尾的一个特色 那再来就是 它后向下方这个所谓的 雷双边四处的这个尾管的饰板 其实也有这个镀黑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来看行李箱 好 电动尾门 身为中型休旅 所以它的容量有570 它如果放大的话会有1726 其实很惊人 这是很大的承载空间 那最主要它的做法是 424的做法 那借由双边的操作都有 可以先从中间 方便你放单一直条 长条形的物品 可以从中间放 所以四十一 再来是单边 那另外搭配了 它两边都有这种快捷键 把全部的座椅倾倒之后 1726公升的这种容量 是不是真的蛮大 蛮大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平整性 平整性 其实从后面延伸到椅背 其实是蛮平整的 是 然后如果你要是戴在身上 这个时候脚踢一下 踢杆尾门 它就为了帮你关上了 对吧 对 大家看到了 CX60 整个外观 内装上 是不是有你想要的那种质感呢 内装的细节 我们继续再来看仔细咯 谢谢迪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X60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33T的话 小兰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棕色的内装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对 这个棕色内装真的超级美 而且周文杰你看 它除了中间有这种灵格纹很漂亮 然后两种材质去做搭配以外 你知道中间这条代表什么吗 这个是他们那个从日式和服上面那个腰带 有没有 那个腰带的灵感 然后你看它这个样式 还有颜色去做一个跳色的处理 很好看 对 非常漂亮 然后特别双边都一样有电动可调功能 然后有电动腰靠等等 所以你会觉得这张椅子既有质感又舒服又方便 对不对 而且它这个还是NAPA真皮 它的皮质等级是更高的 还有它有台湾的消费者最喜欢的通风功能 没错 所以这两张座椅的功能真的就是非常的齐全 通风座椅啊 双前都是十项调整 然后你的正价也有两组的一个记忆功能 那这一台车我觉得应该是说像这几年啊 我觉得每家车厂的内装都在进步 那当时我还想说这个Mazda它还能不能够守住那种 它们在内装质感一直以来都是称王的这个地位 没想到如果你今天呢真的是做到它的33T 今天这一个Premium Sport呢 它就是走一种我个人认为啊 我觉得它就是英式豪华风 确实 比如说你看它这个方向盘双色的这个配置 然后方向盘都是真皮 这跟谁很像 跟宾利或者是Range Rover 他们也是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另外就是林格文 这个也是像宾利啊 这种高级车 豪车很爱用的一些这种配置 那这台车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好处 例如说像它的 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 上面这一层 这个都是软直的 而且它的软直是有厚度的哦 它摸起来真的是非常舒服的软直 但是它可以感觉到吗 不是说你摸的那一层是软的 它是Q度的 对 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Q度吗 所以你每一个乘客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讲究的 你真的上车之后 你就很像东摸摸西碰碰的朋友们 你就会发现我看到好舒服 然后我现在把它发动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车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这一次的整个 在科技面的部分也都全面的进阶 而且你刚才开机画面很不一样哦 是 好美的CX60 对 除了开机画面非常有现代感以外 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你可以设定说 我开机的时候 就是直接先接到360环景的画面 哦 这个跟其他车都不一样 是 这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如果你今天停好车之后 其实旁边 可能有一只小野猫啦 或者是其实 旁边可能有个小石墩 但是你下车的时候记忆 有记住上车的时候忘记了 这时候你看到的时候 或者是前面有个小障碍物 那你马上看到这个360环景的画面之后 你就可以更安全的去离开开你这个地方 你不需要再额外按一个360 对 对不对 我一开 只要一开要开车的时候 它立刻给你一个提示 是 而且它这一次的360环景 大家可以看到 它除了有这种 从上面看下来的一个画面以外 它还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切割 甚至是有点像透视底盘的这一种 MASA自己确实 我觉得它有在进化的这件事情上 去用功认真啦 因为360度 你也不是说 我以前的360度 我就继续演用 但我现在就让你有更强的功能 对 而且它这一次 其实内装的主题是斜调 是用一种把各种不同的颜色材质 还有纹理跟这一些质感 它把它用一种很和谐的方式 然后并存 应该是说整个浑然天成的 创造在这个座舱内 那这一次在整个配备的部分也是 比如说它正前方有个12.3寸的数位仪表 它这个数位仪表呢 除了是投影式全彩大面积的这一种配置以外 你知道它上面可以显示像时速啦 还有像你现在的智慧驾驶辅速系统 甚至是如果你连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你用手机导航的时候 它也可以直接 在抬头显示器 对你的抬头显示器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眼睛在开车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完全不用往下看 那再来是它的这个12.3寸的数位仪表 那它这次的数位仪表呢 它虽然是变成数位的 但是它还是用指针型的这一种状态 来让你去更容易去辨识 而且当你在使用它的智慧驾驶辅助系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就是它的这个智慧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键 那全部都是用按键去操作 非常直觉 像不管车速啦车距都可以从这边去做 直接就可以去做开启 那当你在用智慧驾驶辅助系统的时候 中间这里它就会跳成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也很方便 然后再来呢你可以看到像它的这个方向盘后方 它还有换挡拨片 那我觉得它有个比较特别的是 像现在的德系豪华品牌 他们虽然都会做一些电容式的开关啊 或者是做触控的一些设计 但是呢Mazda它还是做比较 我觉得就是一般人来使用的话 会更直觉的一个做法 像它这边呢 它这个12.3寸的中控荧幕啊 虽然说你是不能用触控的 但是呢 这台车啊其实你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台车有个非常好的好处 就是基本上不管是它的荧幕 因为它荧幕只能从这边去做旋钮操控 然后你这边的这个材质 它这种类法斯文的试板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钢琴烤漆试板它用的非常少 那好处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讨厌指纹的这个驾驶人 这台车基本上不太容易产生任何的指纹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然后呢它的这个旋钮操控其实也非常的直觉 像它就是大概这几个比较大项的设定 那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它的设置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车辆设定 那车辆设定呢 这边甚至你还可以去调整你的换挡逻辑啊 这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功能 那在底下这里有一个驾驶人的这个系统 个人化的系统 因为呢它这里有一个驾驶人的这个监测 这个侦测的镜头 那透过这个镜头之后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譬如说新增驾驶人 那新增驾驶人呢 它这边就会有很多设定是更加不一样 好你按确定之后 它会跳出你的身高 很特别吧 它最爱从145公分 我知道大家请看旁边 理想驾驶位置的辅助 因为Mazda很坚持 所有车辆安全的最基本是 你要有一个标准安全的坐姿 所以它从身高帮你来设定 就是你一上车的时候 你如果有一个设定 那它就会自动调整到你该有的位置 是就是145公分到210公分 这个人群很大 你家有常人也不怕 是那比如说像我身高169公分 我按下去之后 好那你就你看它会开始调 包括因为它有四项的电动方向盘调整 然后座椅也是电动的 然后甚至是后视镜的角度 哇它真的意义在帮你调整 对 因为他们家真的很重视驾驶这件事 人马一体是他们一直在强调的 那如果你是它给你一个这么好的配置 但是你却是用不对的坐姿 那开起来可能安全性也不好 而且你在驾驶上也没有办法去体验到他们要给你的这个精髓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如果所有的身高你都可以有个参考值 那像以我的身高来讲 我觉得这样子就算是一个跟我平常预设的这个状态是蛮接近的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比较不一样是我们习惯很低的坐姿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位置 再加上以这个位置开始它还要帮你调后视镜等等 然后你就设定一个储存键之后 你的个人化辨识就完成了 对而且你知道吗 它这个除了说你可以设定坐姿这一些以外 它细到说包括你的HUD 你的这个HUD的高度 然后像你的空调的温度 音量还有你的这个12支BOX喇叭的音场 你是设定比如说高音多少分 然后低音多少 这一些这么细的东西它都可以储存 它最多可以储存到6个人的资料 而且最多可以储存250组不同的这个搭配 所以它真的是可以做得非常细 然后它这个监测的这个镜头呢 它甚至还可以去监控说 你驾驶人现在是不是有疲劳的状态 比如说你可能打瞌睡啦 或者是分心跟旁边聊天 它这时候都会用图像跟声音警示你 所以它这个在安全跟这个科技的部分是更进阶了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从内装再来看 Mazda自己所坚持的诸多细节 当然在台湾Mazda车款可能大家接触也多了 但是你有沒有发现CX60的问世 它依旧还是带给你有一些相对更高阶的 更豪华的更席健的享受 在这台车上面它作为一个旗舰担当 我觉得还是很可以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试驾咯 马上回来 今天你选哪一台 In-Lite 6在Mazda是前所未见 166缸引擎搭配8速变速箱 都是自制研发 3.3升光想就觉得动力很充沛 再看外型 风潮式的水箱护照 缩黑的元素既饱满又好看 我的也不差吧 我有直车式的水箱护照 而且是钢琴烤漆 周遭也有镀铬材质 看起来更加豪华大气 重点是我的引擎是高压缩比的自然进气引擎 而且同样是重置后驱的全新品牌 哦 那这是Mazda工程团队的热漫 还是让人马一体的魅力更吸引人呢 今天双重动力一次满足 我们走吧 好 我们现在试驾的是Mazda的CX6025S AWD 超级期待重置后驱平台的一个全新的SUV 虽然这台车子它的排气量只有2.5升 然后又是自然进气 但是它的马力有190匹 而且重点是它有一个全新开发的8速手自排变速箱 那我觉得这颗引擎其实在过去在Mazda的6Wagon上面的时候 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它 但那个时候它搭配的是6速自排变速系统 我就觉得它那个高压缩比设定 其实开起来已经很有味道了 像我们轻踩油门 变速箱不会油浴马上退档给你 你在Sport模式对吧现在 对 我现在在Sport模式 而且我们刚刚在拉转的时候 还可以听到微微的声浪反应 有这种高转速高压缩比引擎的一个感觉 其实有点小热血的一个氛围 确实是我一开始没有对它有这个预期 没错 因为尤其它有这个AWD的系统 原本会担心说会不会起步不太轻快 但其实在一般的状况之下 我们刚刚在市区走 然后在快速道路上面走 其实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这2.5升的动力到底如何 走 走 你前面红通通的仪表 没错 切到Sport模式之后 仪表又变红色了 更热血了 嫌疑的心碗子都拉起来了 来了来了 有FU了 有FU了吗 这个转速的感觉有那种高转速引擎的一个FU 真的是有切到Sport模式跑起来的那种感觉 也不能小看 它在马六的上面我就已经蛮喜欢它了 现在这个感觉又回来 而且现在变速箱更占了 巴素 巴素 自然进气还是有这种线性 然后但是高转速让你感到兴奋的那种感觉 它扭力有26.6公斤米 其实对于一般自然机器引擎来讲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输出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工程还是它的 巴素手自拍变速箱 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设定 搭配的很好对不对 对 搭配真的不错 这也弥补了这个自然机器引擎 可能没有这么狂暴的一个处理 它有做出了一个修饰这样 而且它毕竟比马六还要重了大概快200公斤 所以这样的一个超下反应 我觉得其实已经很OK了 这个世代的Mazda CX-60 我觉得它的整个底盘隔音 真的是做到相当不错的一个程度 是 而且它的正确的驾驶 只是包含它在座椅上的设定 有这种所谓的中轴线的概念 对 那包含座椅直接可以对到正前方 就是该这么讲 我的驾驶我的视线是一直线 我目前最前方可以看到抬头显示器 然后再往下看 可以看到数位仪表的正中心 然后再往下又对到了方向盘的正中央 就是我人和整个驾驶的一个界面来讲 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你能可以身体不动 头不动 甚至于你眼睛都不用这样转 但是我只靠眼珠子的移动 我就可以掌握所有我要的东西 没错 而且包含我的视纸在均衡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更加平衡的 去操纵油门刹车或转方向盘 其实都是更加直觉的 开这台车我觉得说是兼顾热血 同时又有这种豪华的感受 怎么办 那开下来觉得 我觉得光是2.5 应该就很够用了吧 是OK吧 2.5可以 但是我想要享受3.3直6引擎 In-line 6 请问一下 Mazda自己调教出来的 是不是更不一样 难得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试 走 阿元 刚刚2.5的动力 你开起来就已经觉得 我那个人马一体很不错 很享受 但我觉得你要是真正来看3.3Turbo的这个动力 你一定会觉得 这就是我想要的那一种游刃有余 同样在高速公路上 阿元 我们现在差不多跟你刚刚开的一样的速度 你会发现整个引擎的运转 浑厚的感觉完完全全不一样了 然后 那你猜现在车子大概出几分力 现在我觉得应该要五成以上吧 No 三分力有没有 三分力而已 没有 我觉得两成的功力就可以了 哇塞 油门轻轻踩就好 它完全就是一种享受 我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大排气量还是有它的优势 刚刚一上车感觉到引擎发动之后 它的浑厚感觉又跟四缸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3.3的CX60 它真的在低转速的时候 那个力量感就一直都有 你看直六引擎的平顺度 为什么大家一直都很吹捧直六引擎 为什么人人讲到说 一个品牌它如果能够做直六 好像感觉上它就在在豪华品牌里面 它就是占了一定的位置 没错 它的排列方式就一条直线过去 它先偏上就有优势 对 而且它的出力表现是不错的 运转品质也很好 它唯一的缺点大概就是它的体积 体积比较大一点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平台 专门为它开发 所以你会发现在车的车头特别的长 要容纳它是没有问题 而且在容纳它之外 还可以兼顾到它的配重 这是它厉害的地方 所以你看它在整个悬吊上 这一次的计较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用心之处 它的我觉得悬吊系统搭配起来 还是可以感觉到路感 但是它的滤震效果其实也是有的 尤其它搭配20寸的胎圈 在让你有保有点小小运动感受的状况之下 你坐起来还是舒服的 Mazda坐前坐后驱最早是什么时候呢 大家有印象吗 其实早在70年代 1973年 那个时候有个车型叫做929 是中大型房车 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吗 因为1973 929 刚好是本人的生日 真的吗 我就想说这也跟我太有缘了吧 太有缘分了 所以在台湾当然可能很多朋友会想 以前有323 626 但我就一直记得Mazda有个929 而且它就是前置后驱 那你近代来说 当然就是它的小跑车 MX5是前置后驱 可是在SUV上面 你一直没有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平台 但现在Mazda来了 CX60来了 Mazda一直以来想要在豪华市场插旗 我觉得它是有用镜心思的 我注意到我前方仪表 除了它有各个功能的显示之外 它这一次在它的外框上面 多了三个功能键 我按减号 按掉了 它就按掉了 减号 它就亮了 所以你可以是你想要的光源的亮度 来调整它 那它是不是非常方便 对吧 很直觉的位置 对 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Premium Sport 它有选配Premium Sport 所以它选的这个套件 我个人是觉得值得 然后这种鸵色 据说最多人喜欢这个鸵色 脊皮的材质 红线 你摸起来敷处都非常的舒服 大量的软质的材料 连你手肘放的地方 绝对碰到的都不会是硬碰硬的那种刻碰感 你如果今天呢 选的是另外一种 modern套件的话 这车内装就是白色的一些皮革座椅 然后但是在内装上面有一些织布 同时它在缝线上面也是非常细致非常漂亮 对 重点是它的木纹变成这个白峰木 白峰木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高雅 这样的氛围 我相信三万块钱加上去还蛮值得 其实是划算的 对 你看我们现在来到了比较小的山路 其实CX60的回转半径小一点对不对 它的回转半径是5.4公尺 所以整个车长虽然有4075 但是你在开的这种驾驭过程当中 我觉得它还是保有了一定的灵活度 特别我们现在来到了山路 前置后驱的特性是不是更可以感觉得出来了 照理来讲原本修宇车的车高比较高一点 应该会稍微有一些多余的动作 但是目前看起来还算利落 不会太晃的感觉 特别是因为我们的摄影本身就是易晕车的体质 然后他就说 坐在后座感觉如何 本哥 没有那种顿错的感觉 这一点就是要称赞他 他在这种你想要的操控 跟车上乘客的舒适性的平衡上面 他取得一定的平衡点 再加上了油耗 官方数字每公升14公里 已经很厉害 这样的一个排气量 3.3的排量 排气量配置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动力输出 对 其实算厉害了 所以如果大家对Mazda本身的期待 一直来自于它的质感很好 然后它创造出了那一种 让你有进阶类豪华品牌 甚至于有豪华品牌的质感的话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CX60 充分是你可以考虑的一台车 那因为试驾最后我们提到了能耗 因为真的印象很深刻 3.3的排量 每一公升可以跑14公里 是一级能耗的数字 而它的动力给你是284匹 扭力可以来到45.9公斤米 彤哥我们都知道你也试驾过了 3.3的这一款 你当时给它的评价如何呢 对啊 其实以这样子重置后驱的引擎配置 而且是直6的引擎 所以它的顺畅度其实是非常好 而且居然还有14公里的一级能耗 真的就是我觉得不管它的动力输出 284匹其实非常够用 而且以这样的车身尺寸开起来 其实是非常均衡的 我觉得这就是马自达要求的人马一体 那包括它的这个双A倍的悬吊 甚至于搭配它新的这个八速的变速箱 居然是自己设置 就是因为让你的驾驶姿势可以更直接 这样子都开起来 讲真的就是我多希望它的车身再降 因为那一天他有特别提到说 他们这一次在变速箱包括体积上 他都特别讲究 我们还想说这有什么好处呢 对 像它的变速箱的部分 它利用了这个离合器片的方式来做 直接的驱动 这样子就减少了一般扭力转换器 会形成的这个动力差 包括它的换挡速度会更快 然后它还有换挡的感觉 就是它虽然是自排变速箱 但是因为没了扭力转换器 所以开起来有那种手自排 甚至于有双离合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在开起来 在你在高速的时候 其实它又可以用八速变速箱 把它的转速降下来 所以其实六缸直六引擎 在驾驶的时候 那个Smooth的感觉 那种顺畅感 平滑 真的是非常舒服 而且又宁静度又够 这一切都不是这个四缸可以真正 因为直六引擎 它本来就可以透过活塞平衡等等 它先天的优势 我们一直也讲 结构上单驱轴等等 那它真的就可以去 让你的整个运作过程当中 享受它的质感 高质感 而且其实虽然它有个直六引擎 但是其实车头方向盘转起来是轻的 然后它的双A倍 因为它有金属球头设置 而且它的下A倍其实是双接头 所以整个抑制 不管是在它操控性 还有路感 其实我觉得也非常跑车 你知道吗 所以那天您开起来也觉得很享受 是是是 那大家真的有机会去试驾的话 真的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它带给你的那一种Balance 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 因为既然MX-BY 作为一台小跑车 大家都觉得好有交易乐趣 但这一次CX-160 他们也有特别品牌强调说 我其实也有借鉴于MX-BY那种 我希望有操控 可是又要均衡 我要能够抑制SUV高底盘的 这一种侧倾上的特性 所以你觉得它这是做到什么 对我们一直在说 这一次的CX-160 就是用了一个全新的重置 后驱的SUV的车型平台 那它其实用了非常多 它们自家马自达过去 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MX-5 这一台世界 算是今世纪录 最畅销的小跑车 那我们也都开过这个车的操控 真的是非常棒 它就是把过去的这些know-how 包含我们刚刚有聊到的 这个重置后驱 以及它的悬吊设计 都几乎是一样的 前双A倍 后多连感式的悬吊 当然今天来到了 这一台休旅车的升行之上 它也用了一些当初 在MX-5上它用了一些电控的科技 那以往大家国内比较熟悉的 Mazda前驱或市驱的休旅 可能都是以GVC GVC Plus 它是用这个电脑去控制侦测 然后你这个电子捷径門的开启度 来有效抑制你车身重心的转 让你做起来比较平稳一些 抑制侧颈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今天来到了重置后驱的平衡 还用的就是MX-5 当初的这个KVC车身的动态的平衡 控制技术 那基本上的逻辑跟我们刚刚讲的GVC 又不太一样 它是当你侦测到车上过弯的基值 大过于0.3个基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今天前面要过一个左弯 理论上依照逻辑的话 一定是右边的悬吊 开始受到压缩 侧颈要趴下去了 这时候它的抑制侧型的方式 就是去夹你的弯内侧 也就是你的左后轮带一点点的刹车 它去抑制你左后轮 原本要被拉伸了 它就把它再拉回来一点 所以你的车身平稳度就回来了 它就是用这样的一个KVC 控制技术来让这么大的一个身形 重量也更大 这样的一个休旅车 在弯道中能够实现一个更好的操控 那除了这边之外 其实它在这一次的平台 也有沟通很多细节 譬如说刚刚彤哥也有聊到 前面双位背的悬吊 历来就是有更好的刚性 让轮胎有更好的垂直 包括它的抓地力之外 那后面的多连感 也有很好的舒适 甚至对于路灶的竞速等等 都有很直接的一个 你开过的功效 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功效 在你这个试成之后的 心得感受上面 然后艾德哥一开始也有提到说 现在会选3.3的比例 也来到三成多 对吧 也就是说大家都觉得 这个价格配置 我觉得蛮香的 是我的理想的状态 那它还有已经部分 再加上48V的辅助等等 所以可以节能有效能 那两个动力 艾德哥可不可以带我们来比较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讲这个25S的这些规划呢 其实排量是符合 应该说在一些税制国家中呢 它是比较合影 大家觉得要节税一点 这个排量小一点 但是会有3.3这样子的产品出现呢 其实是比较欧美向的 甚至欧洲也有这个柴油版的引擎 好那台湾大家就选择汽油优先 台湾的汽油比较便宜 那这两个的配置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让这个 预算不同的消费者可以选择 就是说入门的并没有太注重 这个引擎输出的部分 或者是在国内对于税金 比较有担忧的可以选2.25 那这个3.3完全是个人想望 而且其实这个技术 因为刚刚两位前辈都讲到说 这个应该说在科技上 其实是一个绝对领先的状态 配置变速箱的新科技 引擎的新动力配置 所以甚至这个 这个应该说这个48V的这个Mid Hybrid 它在变速箱中间 能够带来很好的这个节能效果 例如说它在这个900转 就有16.9匹的动力输出 在200转就有15.65公斤米的输出 对推动这么重的车子 我觉得是在节能数字 能够表现良好的一个关键的科技 所以其实这个车外贸看起来很家族 但实际上在引擎在动力 在这个整体的设计上 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它是自成一格的 对对 应该说我们都很熟悉 这是马自达的车子 可是在这个车子用到的全新科技 是综合了全车系的经验 跟这个所谓市场的规划 以及其实在其他市场 有很多面向的动力配置 那在台湾呢 应该说马自达选了这两个 这样子的组合来市场 甚至以好的价钱 来吸引真正本格派 喜欢开车的消费者 在享受这个新科技的同时 又有应该说 家庭样貌的这一个SUV可以选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 对 正如Eddie哥所说的 你看外貌 你可能觉得它还是 MASDA家族的样子 当然它很帅 它很好看 可是它在骨子里面 包括了第一台的 宋志后驱的SUV 它要带给消费者 还是很不一样的小兽 但有一件事 它绝对是不能打折 那就是安全 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消费者非常喜欢买SUV 那特别由于是中型修理 因为它的空间 它的配置可能更适合 多数家庭的使用 所以它的占比一直以来 大概都将近两成左右 而豪华中型修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 是年年在升高 也就是大家的预算 是不是慢慢的可以 再多一点点呢 行然是因为这样 所以MASDA这一次 在CX60的推出上 它就是看好 这个价格带 会有一个真空 可以更魅力的选择 对不对 对的确我们从这个统计表上 可以看出过去六年 我们国内新车市场 修理车当然是 一直都卖得很好 那基本上如果你统观来看 中型SUV有16-18% 不等的一个市占率 但你在细看 就是我们讲 MASDA这次想要进东的 豪华中型SUV的这个集聚 其实它的成长速度 就蛮快 大概从2.7到6.2% 算是蛮快速倍速的一个成长 那我觉得这一次CX60 就是我们一再讲 它是现在市场上同级 唯一的重置后居 当然我们对上的欧系的平台 大家过去很熟悉的 我们就简单的举双B来说好了 BMW大概尺码差不多的 中大型SUV就X3 然后兵士的话就GLC的SUV的车型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国内售价 大概都260多万起跳 那到了更大的排阶量 甚至选配一些配备 可能都是300多万以上 那相较于今天我们如果讲 33T的CS60的话 大概170万上下 所以会有一个90多万 近百万的一个价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吸引人的 魅力的地方 除此之外 我觉得这台车我们试过以后 仔细看一下 因我们上禮拜公办公办下 参加的是25S 你看它的价格 其实我觉得 不能说用可怕来形容 它其实除了進可供 我们刚刚讲欧洲豪华品牌 这些的价格外 它其实退還可以往下供 你算它最入门的25SRWD 就后驱的版本 配备 当然有一些外观的登距了 甚至一些豪华配备 拿掉一些部分之外 但是它依旧在120万左右的急距 那你在往上还有130万的 甚至你如果要2.5的市区 140万 这个其实你放眼看 国产中型SUV 今年刚改款完的一些新车 顶规大概都120多万了 如果你要客车认证 搞不好也能130多万 所以这个部分 建议观众其实可以去 好好试试看这台车 它是截然不同的进口 然后是重置后驱 不同的平台设定 那小兰 刚刚你在车上的时候 有待我们看 一开始上车 360度就立刻给你 所以它就是在安全上 它有多一些的设定 那这一次大家一定同样来比吗 那你安全配备 一定也都是给好给满对吧 对 其实这一次CS60 我觉得它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它在车身刚才的部分 也是现在可以说是领先同级 譬如说它的这个A柱下方 B柱还有车尾 都用到高达1800M 这个高刚性钢材 好这个跟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车子来说的话 它这个钢材的这个强度是更高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除了有我们刚刚讲的升级版的360环景 倒车显引盲点 前四后四的停车雷达这些 它都有以外 最重要的是现在大家最想要的这一套智慧驾驶辅助系统 它除了有全速域的自动跟车 全速域的车道至中 然后车道偏离辅助 车道偏离警示 还有呢前行的智慧刹车辅助系统 它是含侦测车辆行人 还有自行车 还有倒车也有 倒车的这个 它一样会去就是看到 比如说你后面有障碍物 或者是后 那个倒车的盲区 左右来车 如果说有车子靠过来的话 它一样也都有这种警示带刹车的功能 那这一次的话 它还有新增三个比较特别的 第一个是在头灯的部分 那头灯的话呢 它是采用智慧型进阶的头灯 这个头灯的话 它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功能 例如说它有智慧型的远光灯防旋 就是它会有光型遮蔽 光型变化 第二个是如果你在比较低时速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比较广角的状态 让你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那第三个是你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的光线就会比较集中 让你可以看得比较远 那其中有一个 这个功能我只有之前在保时捷上面 有看到类似的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行人侦测 对 行人标记功能 对 那它的行人这个侦测就很特别 就是说 例如说你现在在晚上行驶 如果你是近光灯的状态 那它发现可能路边有一个行人 或是它认定说 它认定这个行人可能跟你会有碰撞的风险的时候 那它就会用远光灯投射在这个行人的身上 那一方面就是要让行人知道说你来了 那也要让驾驶人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 那边有个人你要小心他 那如果你是在远光灯的状态的时候 发现一个人的时候 他这时候是会用闪烁的 闪烁 他会对着这个人闪那个灯光 让他知道说你靠近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好 对 因为那天我们有看到它的影像 确实你会觉得 你自己驾驶有被提醒到 行人也被提醒到 对 对 那就是说在晚上你行车的时候 除了刚刚那一些灯光的功能以外 它还增加了这一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棒 那再来的话就是 它还有增加一个前方横向的车流警示 就是说像我们常常 之前比较常看到的都是倒车的时候 如果左右有车子来的话 它会警示你或是带刹车 那现在是连前进也有 因为我们常看到一些 比如说乡间小路或者是十字路口 那你会可能 你刚开出来的时候 你正要左右转 你可能不知道 这边左右边有没有来车 那这时候它也会透过它的这个 侦测器 然后让你知道说 左右边是不是有来车 这个功能如果在我自己的车油耗 我会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 我们常常使出大楼停车场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左右转 有时候你会被车挡到视线 你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车 你都要按喇叭 可是如果现在再有这个 我会有双重保险的感觉 对 这个就是可以降低在十字路口 发生碰撞的一个风险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实用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道路的偏移防止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像我们刚刚有讲 就是车道偏离警示 车道偏离辅助 但是这个是要在有标线的状况下 那如果没有标线的话 一般是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侦测 那它现在是连 如果你是在一些没有标线的道路上 时速超过60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它如果侦测到你 车子开始发生不正常的偏离 它也会去警示你 甚至帮你把方向盘拉回来 让你不要偏出去 所以这些都是它在安全配备上 这几个部分都是目前领先同级的一个 比较新的这个科技 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CX60上面 它还是有一些我们想要的进阶功能 那Eddy哥 讲到未来的愿景 可能的发展 在这一次的东京移动展 关于Mazda我们又看到什么呢 这个以跑车闻名 虽然目前大量卖的是SUV 这个跑车魂从这个MX5一直延续到至今 也是非常重要 那现场我们看到这个MX5的第一代NA的展示 那同时这个带来的Iconic SP 这个概念车的做法 那这个目标应该是一个电车 你看这个造型没有折线 都是圆弧形的 然后它也很巧思 它把这个大灯变成一个小仙灯 其实不是真的仙灯 它做一个小遮蔽把它打开 然后把尾灯纳入车身内 这个真的是太美型了 那这个关键性另外一个科技 就是它要用这个双转直引擎来作为发电用 然后用这个车会成一个电动车的概念来做 那它先披露的规格是365匹的马力 那其他的规格没有特别讲 但是我们从这个外观看 非常的成熟 概念车直接就可以卖 直接就可以卖现车 而且没有围壳 那这个概念车的车长是4米1 那我想象一下MX5大概是3米9 长一点 这个轴距是2米59 2米6 那MX5的轴距是2米3 都比这个MX5再大一点 但是这个十足十的双门跑车 把大家在这个比较低迷的年代中 能够有一些跑车的浪漫 在这个新的这个Argonic SP上展现了 那一样就是把这个大家讲的 转直引擎的这个发电功能 从原本的动力提供 变成发电效果的这个做法 放到新的概念车上 所以说转直回归 好 转直回归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车色 依旧非常的鲜艳 大家想到Mazda最抢眼的颜色 是不是惊艳魂弄红 但大家知道这个工艺的本身 它还能够兼顾环保吗 我们稍后一起了解 好 我们现在讲车子 都会讲到节能环保 那么也希望大家不要用 一次性的物品 对不对 所以Mazda他们也有 很精美的帆布袋 今天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得到上我们的粉砖 了解参加办法 那讲环保 刚刚提到的经验魂洞 不是只有漂亮而已 它也有环保的工艺 对啊 我们常常聊到经验魂洞 就是在与它这个红色很特别 那其实它也有一些 节能环保的诉求 那基本上如果你 像我们工作常常 以前会采访一些烤漆房 或者是一些在试作 其实你都会闻到 那个溶剂的挥发 非常的臭 因为它大量的CO2 然后有一些这个 有机的挥发物在里面 那Mazda他们的这个 魂洞在漆料部分 它就把这个溶剂的涂料 改成用了一种叫Aquatech 的储装技术 它是比较偏向水性的漆料 它减少让我们刚刚讲 在这个喷漆过程中 产生的这些CO2 甚至有机的化合物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成效 那基本上它在过程中 也有一些不同的工法诉求 比如说以往我们考期 常常一台车 我们常常也介绍过观众 好的考期可能不是三五天 就让你可以交车 它可能要一个礼拜 动辄十天半个月 就是为了要让它一层一层的去烤 然后去干燥 才能做下一步骤 但是它在经验魂洞 这次烤机上 它也用了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涂料的技术 让它在过程中 可以算是有一种湿式的烤机 它并不用一层一层的 去等它干燥 所以它的一层 两层三层 这样的烤机过程中 大幅的时间做着 这个工时就缩短了 所以你就想说 它这个时间缩短 那中间所挥发的这个CO2 或是刚刚我们讲的 一些有机的化合物 其实它的总量 也就有一个很明显的 缩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效 就实现我们讲 其实这样的一个经验魂洞红 或是它的钢铁灰 其实不只是颜色很特别 让你留下印象之外 其实对于环保 在这个烤机的过程中 也算是尽了一分心力 对环境的影响降低 是的 那最后钢铁灰 会跟今天看到经验魂洞红 它还有一个雪幻白 也是这一次 ZF60的一个颜色色 对 金颜色 对 我觉得 地球黄金线3000级 超过12年对车的专业 它是爱车人的最爱 这一次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今天终于看到试车了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是哪一台车 无数个主题企划 达人带路 试车报告 我们带你一看就近了 走 11月9日地球黄金线3000级特别企划 地球黄金线从电视萤幕标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道 年底Toyota的全球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气要选到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游门地球黄金线10 一起上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